生活指南 政策新规 去世分享 旅游贴士 还有什么是您想知道的 美的居委会网络各类资讯 与您一起在路上知讯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中文电台 给您带来的美的居委会 我是新尧 在近一年的高通膨下 很多人是不得不考虑 在经济有些动荡的时期 人寿保险要如何起到 分散投资保护资产的作用 如果说你问代理人 购买人寿保险的最佳时间 那听到的答案 很可能是现在或者是任何时候 可是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代 随着利率的迅速上升 很多消费者是能够看到 自己的401K价值下降 因此也会更想知道 在经济低迷的时期 人寿保险是否是补充投资 和退休账户的很好选择 那有些专业人士 也是给出了一些意见 我们也来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在经济动荡的时期 购买人寿保险 那在熊市和利率上升时期 购买人寿保险的好处之一 就是投资组合的多样化了 受险公司会提供一些 很独特的政策 不仅可以保护你的家庭 或者是企业 还可以让你获得一些 投资组合多样化的保证 那一些受险公司提供的 独特产品呢 也被称为指数型 万能人寿保险 那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能够提供 人寿保险的保障 那即使市场环境恶劣 经济下行 保险公司还是能够承诺 0%至2%的保底收益 此外较高的回报潜力和灵活性 也是它的主要优势 那大家在购买人寿保险时 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利用其他的资产 而不必担心最终失去 无论你是赚了很多钱 有税务问题 因病早逝 病得太重 它都是有用的 就像是永远的一个Plan B 如果说你投资的好 它可以帮你预付未来的税 可以让你最大限度的 使用其资产的终身价值 并且是继续创造财富 那到底有没有购买 人寿保险的最佳时机呢 根据购买的保单类型 那利率上升可能对保险是有益的 和定期受险不同的是 永久受险可以累积现金价值 保单内的现金价值为地业税项 根据保单类型的不同 进入保单的利率 可能直接受当前利率的影响 那保险公司会使用投保人 为保单支付的保险费进行投资 其中很多对利率都很敏感 而随着利率的上升 保险公司从投资组合中 获得的收益也会上升 因此投保人的现金价格 也会累积更多的利息 当然了 新尧说的这些也只是建议而已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是否购买一份人寿保险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信用卡被盗刷的经历 那新尧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虽然说最后损失的钱财都追逃了回来 但是回顾整个事件 不仅说给生活带来了些小麻烦 更是影响了心情 甚至有段时间我都非常担心 信用卡会被再度盗刷 那随着信用卡的不断普及和使用 相关的问题也确实是随之而来 而最为严重的就是信用卡盗刷问题了 仅在2022年的前两个季度 有记录的信用卡盗刷案件就有230,937起 可以说是非常夸张了 虽然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类似于新尧这样的事情 不过每位使用信用卡的朋友 都应该适当的关注下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有些方法可以降低信用卡被盗刷的风险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也来一起的了解一下吧 首先就是要妥善的保护好个人信息了 数据泄漏以及敏感个人信息的不当储存 是信用卡被盗刷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我们要避免或者是尽量的少登录一些 没有安全认证过的网站 尤其是提示 需要安装一些插件才能够运行的网站 一定要提高警惕 其次就是尽量少的使用网站自带的记录 存储密码的功能项 这个功能确实很方便 但是尤其是在公司或者是公共场合的电脑网络下 是非常不推荐自动记录密码的 这也是犯罪分子获取大家信用卡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 再来就是要尽量的避免过多的使用公共WiFi了 现在有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是十分依赖公共WiFi的 这些信号并不是很好的餐厅或者是咖啡店 但是要知道通过同一网络被黑掉银行卡 账户号码等敏感信息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尤其是有消费转账等操作时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要避免在公共网络下进行 设置信用卡的消费提醒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功能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怎么设置 但是可能真正设置消费提醒的人是少之又少 因为每一次刷卡都会来一个APP的提醒 或者是短信的提醒 的确是有些扰人 而且很多人没有遭遇过信用卡倒刷的问题 就会觉得这个设置多少是有点多余了 但事实证明 当你设置了消费提醒后 即便是遭遇了倒刷 也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发现 并且是进行停卡 报失等止损操作 而不是等到月底对账时才发现 因为到那个时候 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那新疆就是在信用卡被倒刷之后 第一时间开通了这个功能 而且有的银行还提供信用卡的保护功能 就是你设置一个平均的消费额度 那当某一次刷出的金额大于你设置的额度后 银行会自动取消这一次的消费行为 当然了 也是可以选择让银行给你发信息 确认这的确是你的消费 比如说就在最近 我有一笔大额的消费 那就收到了来自银行方面的确认短信 在确认是我本人操作之后 才完成了最后的交易 当然了 并不是每个银行都有这样的服务 大家可以打电话给客服 或者是直接到银行的柜台进行询问 定期的检查消费记录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朋友的信用卡被盗刷的经历就是 每次被盗的金额并不多 但是却一直在持续 那每次都是几十刀到几刀的费用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才被我的朋友发现账单不对劲 因此大家要养成查看消费记录的好习惯 核对一下自己的信用卡账户消费记录 那我们日常的刷卡消费 主要都会围绕自己经常消费的地点或者是商家 如果是出现了根本不认识店名 甚至是自己生活以外城市的名字 就要重新核对一下消费记录了 全新的节目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 全面的视角让您更好的知晓身边事 让您与信息达成亲密接触 美的居委会总想给您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中文电台 旧金山AM14550 西雅图AM154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美的居委会 接下来的时间里 新姚与您一起继续关注今天美的居委会的内容 刚才新姚是与大家分享了 如何防止信用卡被盗刷的小贴士 不过有的时候 哪怕是做好了各种防护措施 还是呀会不小心呢被坏人钻了空子 那么如果一旦发生了信用卡被盗刷的情况 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哈也来一起的了解一下 多数银行呀是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标准化流程 来处理盗刷案件 虽然说呀联邦法规规定的自付额呢有弹性空间 但是哈大多数的银行呢 包括主流商家哈 只要通报银行 并且呢经过银行的核实 被盗刷的金额呀是不需要呢自行承担的 并且哈还会协助呀处理后续的事宜 比如说换账号呀 免费寄发新卡等等 所以说哈 基本上呀被盗刷卡之后呢 不用太过紧张 那美国哈还是比较保护消费者的 只不过呀要先熬过内心的焦虑 而根据规定呢 越快向银行通报盗刷的情况 则需要承担的自付额呀就会越少 如果是先用卡被盗刷 那受害者最多呢只需要承担50美元 而如果在盗刷之前就已经先通报了挂尸 痴卡人呀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 那如果是卡号被盗 但实体卡还在的话 那任何非你授权的交易哈 与你呀都是无关的 那如果是提款卡 或者是借记卡被盗刷的话 在盗刷之前哈 就先行呀通报挂尸的话 那持卡人呢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 如果是盗刷之后呀 才通报挂尸 那自付额呢则会根据通报时间的长短 而有所不同 比如说哈发现遗失或被盗刷后 两个工作日内呢通报 自行承担的最高费用呢是为50美元 那发现遗失或者是被盗后 两个工作日以上60个日利天以内才进行通报 自行承担呀需要最高500美元的费用 银行账单寄出后超过60个日利天才进行通报 是需要自行负担全部费用的 但是如果卡还在 只是卡号被盗刷的话 是无需负责的 那这样看来哈 似乎呀信用卡的保障呢 要更好一些 那我们呢也来了解一下 信用卡被盗刷后 主要几个需要做的步骤 首先哈 就需要致电你的发卡银行机构了 立即呢致电信用卡的发卡机构 报告呀丢失卡或者呢是被盗 通常哈在卡的背面呀就可以找到可以博打的电话 另外哈就是不要惊慌 联邦法律呀是限制了对未经授权的责任 你最多呢是需要支付50美元 不过哈动作要快 是需要呀有人在你的卡上进行虚假交易和欺诈性收费之前呢进行解决的 那提醒大家的是哈 你在任何人使用之前报告你的卡丢失或者是被盗 将不会对任何未经授权的收费进行负责的 或者呢也是可以通过网上提交表格的方式来进行申报 那登陆银行哈 寻找呀debute a transaction来处理 无论是电话或者是网银 银行方面呀会先把这笔消费呢冻结在punding悬账处里 随后呢再着手进行调查 不过哈网上的disput呀只能追溯两个月内的消费 如果是更早以前的消费呀是需要呢打电话了 再来哈就是准备好个人信息了 那信用卡的发卡机构呀是需要验证身份的 可能呀需要提供姓名呀地址和社会安全号等信息 还有啊就是发卡行呢可能会向你确认 是何时丢失和被盗银行卡的 以及呀你最后一次收费的时间 他们哈还会审核呀你最近的交易 以查看呀这其中是否有欺诈的行为 那发卡银行呢将会取消账户 并且还会邮寄一张带有新账号的新的信用卡 如果说你的手机钱包内还包含丢失的卡作为支付方式 一定哈要记得更改呀手机钱包 而更换丢失的卡哈是不会影响信用报告和信用评分的 那要记住的是哈 如果呀你使用的卡呢是自动付款的话 要确保哈向这些供应商呢提供你的新卡号 也许哈在短期内呢是需要进行人工付款的 再来哈就是跟进并且呢保留记录 报失之后呀跟进是个好的方法 向你的发卡机构呢是发送信函或者是电子邮件 那在报告卡丢失之后哈要仔细的查看信用卡的对账单 如果说发现任何看似欺诈或者是陌生的费用 一定要尽快的致电发卡公司 那在完成这些基本的步骤之后呀 就是等待银行方面的审核了 那大概哈在一个月之内呀 银行呢就会把盗刷的费用呢消除或者是退款 那另外哈还有一种呀比较糟糕的情况就是 信用卡呢连带身份证件一起丢失 那么首先哈是可以选择报警的 需要警方的报告呀来处理后续事宜 再来呢就是向银行进行挂施 之后呀还要联系呢三大主要信用机构 目的哈就是在信用记录上标出警示 以免哈影响后期的信用记录 同时呢也可以要求信用机构即发信用报告 另外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 被盗刷的账户或者呢是卡 有设置自动转账的功能 比如说哈每个月呀自动交水电费 那么一定要记得在收到新卡 或者是新账号的时候 要尽快的更换新的账户 那在疫情期间哈很多东西啊都涨价了 而说到华人朋友们很喜欢吃的金针菇 在一段时间内哈更是疯狂的涨到了五美元一袋 但即便如此哈很多家庭啊还是会选择呢金针菇作为日常的食材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在最近加州的Green Day Produce哈是正在召回 其在2022年9月至10月期间 售出的200克或者是7.5盎司包装的金针菇 因为呀他们可能受到了里斯特军的感染 那受到影响的金针菇哈采用的是200克或者是7.05盎司透明的塑料包装 UPC的编号呢是1643069080位于呢包装的背面 包装上哈是没有批号或者是日期的 迄今为止哈并没有收到呢致病的病例报告 那产品的分发呀也暂时停止 密歇根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啊收集并分析了零售样品中 发现了存在的污染可能性 如果说呢你发现哈最近这段时间呢你购买了受影响的产品 应该哈退货并且呢拿到全额的返款 里斯特军呀是可以导致儿童幼儿以及其他体弱 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受到感染 甚至哈是致命的危险 虽然说呀健康的人呢感染里斯特军后 可能呢只会出现高烧呀剧烈的头痛恶心腹泻等情况 但是哈里斯特军的感染呀可能会导致孕妇的流产或者呢是死产 那大家都知道哈 每当呀冬天的天气转冷 就到了感冒和流感的季节 周围的人里呀咳嗽和打喷嚏的声音呢也会多了起来 然而呢细菌病毒是一年四季都在的 夏天的时候呢一样会有人感冒 那又是为什么冬季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人患上流感 最近哈一项新的研究呀 科学家们呢可能是已经找到了 人们在冬天更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的生物学原因 那科学家们哈将这个结果呀称为科学上的突破 事实证明呀冷空气本身呢会减少鼻子中的免疫反应 未参与该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尔别侯和头颈外科教授B学家帕特博士表示 这是人们首次对先天免疫反应的一个因素 有了生物学和分子学上的解释 那这个因素哈似乎呀会受到冷温度的控制 根据研究显示将鼻腔内的温度呢降低九华氏度 就能把鼻道里数十亿的对抗病毒和细菌的细胞中的近50%杀死 那当呼吸道病毒或者是细菌入侵鼻子后 研究小组发现早在鼻腔后部意识到入侵者之前 鼻腔前部呀就已经检测到了病菌 研究中还发现当收到病菌袭击时 鼻子中细胞外囊炮的生产啊会增加呀百分之一百六 并且哈在细胞的表面呀有比原始细胞更多的受体 从而呢是提高了鼻子中数十一细胞外囊炮的病毒阻断能力 因此呢医生是建议哈 戴口罩呀不仅呢能够保护人们避免呀直接吸入病毒 还相当于哈是给鼻子呀穿了一件保暖毛衣 此外哈有其他医生表示 当人们呢越能保持鼻腔内的环境温暖 这种先天的免疫机制呀越能发挥作用 这也许哈也是人们佩戴口罩的另外一个原因 那新谣哈也是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呀有很多人呢是再次重新选择了 佩戴口罩那也是建议大家哈在需要的时候呢是可以佩戴好口罩的 当然了也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尽量哈避免啊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停留过长的时间 就在最近FDA呢是授权莫德纳和辉瑞生产的针 对奥米克戎变种的新冠疫苗用于六个月以及以上的儿童 那辉瑞的双架疫苗哈是可用于呢六个月至四岁的 尚未完全初始免疫接种程序或者呢是尚未接种疫苗第三针的儿童 但是呀已经完成接种的儿童呢 暂时哈还未可取得接种双架疫苗作为加强针 那FDA也补充道支持威瑞二架疫苗作为这年龄组的加强针数据呀 将会在明年的一月份公布 政府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年的10月30号 只有2.7%的两岁以下的儿童和不到5%的两到四岁符合的儿童呢 是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初始疫苗程序 那这表明哈年幼儿童的接种率呀实际呀是非常低的 而根据CDC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11月30号 全美呢共有3970万人是接种了双架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就在最近这段时间 理财网站WalletHub公布的研究显示 在全美182个人口最多的城市当中 休斯顿的罪恶指数哈是排在了第四名 这项研究呢是对比了各个城市的七宗罪 包括易怒仇恨 嫉妒 浪荡 贪婪 欲望 懒惰和虚荣 那结果发现哈 拉斯维加斯 胜入一丝和费城 还有休斯顿呀 是稳坐呢排行榜的前四名 好了以上呀就是今天美帝军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这里是美国中文电台 我们下期再约 我们下期再约